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C和大家讲下今期热话 到底今个星期有什么新东西 我们马上开始吧 TCL刚刚在曼谷 发布了2023年度全新电视系列 焦点型号包括C845 C745和C645 旗舰型号C845是4Kmini LED 背光QLED电视 支援Dolby Vision IQ HDR10 Plus 和144Hz VRR显示 还支援GameMaster 2.0 和ALLM低延迟模式 搭载最新的AIPQ Processor 3.0 AI图像引擎 风直亮度可以达到2000nits 还有IMAS Enhanced认证 C845有55吋、65吋和75吋可以选 官方定价分别是16,980元、21,980元和45,980元 我们编辑部的Hugo 亦都亲身去到曼谷一岛TCL新机的风采 想知道会场还有什么新品的话 记得要留意我们日后推出的影片 Grey Wolf Beam Pro LED投影机系列正式登陆香港 当中BP07 DLP4K投影机 拥有1700流明高亮度 在不用关灯的情况下 都可以轻松投放出超过100吋清晰大画面 内自国际版Android系统 支援Netflix、Disney Plus、ViuTV等应用程式 并提供HDMI、光纤等讯号接驳 支援全自动对焦和自动梯形校正功能 光源寿命可以达到3万小时 还支援手机无线投放 另外机身大一些 但价位相对亲民的 还有LED投影机BP05 它都拥有1100流明 内自国际版Android系统 操作非常简便 为了庆祝Graywolf、BeamPro和Beamlight进驻 港澳独家代理AutoPlus门市 就推出了震撼的优惠 推广期内BP07和BP05 会以优惠价5,990元和3,990元发售 同时还会送你价值2,390元的 84吋Graywolf高质白波纤电卷幕一支 另外入门型号Beamlight BL01 还以超震撼优惠价990元发售 有兴趣入手的朋友 就可以看这条片的说明栏 或者亲身去到AutoPlus门市查询 YAMAHA日前在欧洲 发布了两款中阶网络扩音机 RN1000A和RN88A 采用了不少高阶机的功能和设计 较高阶的RN1000A 具有双层底板 特别加入厚身阻尼铁板 加强稳定性 供电系统用料都比较高级 据报新机都支援YAMAHA MusicCast 串流服务平台 用上ESS Sabre ES9080QDAC晶片 支援32bit 384kHz PCM 和DSD11.2MHz档案播放 预计将会在今年的下半年推出 RN1000A的定价是1700美金 换算港元大约是13260元 而RN88A的定价是1200美金 换算港元大约是9360元 JBL在无尼黑音响展上 展出了Classic系列喇叭的第二代 有L18 Classic II和L82 Classic II 外观和定价都跟上一代差不多 不过JBL就声称 Mk2的声音表现将会超越第一代 Mk2主要升级了单元和分音线路 两款喇叭的高音单元都改用了 泰金属高音单元 L18 Classic II的中音单元也有所升级 另外它们背后的插座就改为 两对升级版杜金插座 玩by wire by amp都可以 英国音响品牌Cord 在无尼黑音响展上 展出了品牌创立以来 第一款Full With全尺寸的合并式 矿音机Ultima Integrated 采用航空级铝金属外壳 也有着Cord音响产品一向迷人的灯光效果 提供8Ohm 125W的输出功率 以及极高速开关的供电 机背设有左右声道各一对的喇叭输出端子 左AV Bypass XLR输入 以及一组Pre-out XLR输出 预计今年9月就推出 定价是8500英� 换算港元大约是7万6千元 海信在欧洲公布了全新A85K 4K OLED电视型号 风值亮度达到900nits 拥有55吋和65吋型号简 内置FIDA U7.0操作系统 搭载两个HDMI 2.1 支援120Hz更新率 附带GameMode Pro和支援AMD FreeSync Premium功能 不至于影音规格方面 可以对应Dolby Vision IQ HDR、HDR10 Plus和HLG 音效方面内置了6个10W扬声器 支援Dolby Atmos DTS Virtual X 音效 目前预计55吋型号在欧洲的开售价是1,200英镑 换算大约是11,600港元 对入门玩家来说相当有吸引力 不知香港代理会否考虑引入相关型号呢? HiFi ROSE在毛利克音响展展出了 全新旗纳网络播放器ROS130 外形和大受欢迎的ROS150相似 拥有一块15.4吋特大触控式显示屏 使用自家ROSE OS 金属外壳顶板加上大大的玫瑰logo 看起来非常优雅 ROS150是一部纯网络播放器 必须搭配其他解码器使用 正正是因为这样 ROS130可以将所有空间都用在 提升播放能力上 根据官方资料显示 ROS130用上精准的OCXO时钟系统 并有恒温结构维持它的稳定性 供电方面就用上大型环游 配搭多个特大电容 令供电效果更加贴近电池供电的稳定和干净 蜜景图在今年无尼黑音响展上推出一款发烧级喇叭 ML1 II 是ML1C的后继型号 继承了矮目脚架设计 脚架底座还有蜜景图ML1 压着女制名牌 蜜景图将ML1 II重新设计成 4路分音5单元喇叭 12吋大低音单元安装在独立双体内 以免震动会影响到其他单元的表现 2个4吋中音单元也拥有自己的独立双体 再加上一个2吋软球体中高音单元 和0.75吋太球顶高音单元 可以搭配高达600W输出的矿音机 ML1 II将会在今年7月开始推出 定价是12000美金 自合港元大约是93600元 哇 这麽快就看完今期热话了 大家记得要CLS Like Comment和Share 留多点言给我 我会看的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